雪霸及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跨域合作 在荷欢溪小碳溪湾成功建立了国宝与 台湾樱花公五归的繁衍7地 在良好的合作模式下 经2017年雪霸与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 成功将樱花公五归一地野放 重返历史7地荷欢溪 如今已在荷欢溪中自然繁衍后代 在荷欢溪约有6650尾的樱花公五归 生物对象性研究所来持续帮我们做调查 那族群数量非常的稳定 那也有自然繁殖还有那个产卵 这些就是情情很好 那族群很稳定 也就是相较于其他的雪霸水 有放到其他的溪流相较之下 我们河欢溪上游这边的非常的稳定 我们也都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能够让这个台湾樱花公文归 他们能够生长得更好 那因为他们是冰河冰河决嶼的 那个珍贵物非常保育类的物种 这样表示那边的水质非常的干净 所以那对环境上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部落上的居民都一起响应这个环保的 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在国家公园跨域合作理念下 保育已有显著的成果 泰管处保育科长并指出 泰鲁阁国家公园内部分溪流 都能够看见樱花公文归的踪跡 也请民众配合 不要去干扰它 台湾国家公园拥有完整生态系统 是生物多样性及七地保育的核心地带 在跨域治理与合作理念下 让新一代的国家公园系统走出范畴 并且让指标性的物种 保育 富裕 效益扩展到最大 原市记者楼欧 花莲秀林采访报导